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商量 到底谁要带着哪一个小朋友吃饭 但当大家都在商量的时候 侯侯自觉地坐到了黄景鱼的旁边 大家都知道 平时黄景鱼和侯侯就喜欢打打闹闹的 但是到了关键时刻 侯侯还是选择第一时刻 坐在黄景鱼的身边 看来可爱的侯侯看见黄景也是很好的 其实小孩和大人最大的区别便是 小孩会用他的行动 把他心里最大的想法表现出来 还可以看出来侯侯真的是特别喜欢黄景鱼 而其实当侯侯坐在黄景鱼旁边的时候 黄景鱼是一脸无奈的表情 就连一边的陈学东都表示无奈 而黄景鱼细心的举动 最让大家觉得他是喜欢好好的 黄景鱼细心的为了举动 真的是感动很多的网友 大家都知道 侯侯是一个特别聪明机灵的孩子 而也许也只有黄景鱼才能够对付得了他了吧 而黄景鱼在为侯侯吃饭的过程当中 黄景鱼细心体贴的举动 真的是很暖人心 其实这样的话是比较温馨的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不也是这样吗 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 在吵吵闹闹中不过着 不得不说 其实这样才是幸福 而黄景鱼在网上可谓是收到了 网友们的强烈称赞 有很多网友都声称黄景鱼的这一表现 让他们的心都要垮了 黄景鱼可是一位标准的帅哥 人品又好 又那么有耐心 连照顾孩子都这么细心 我想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这样的男人的话 报名的问题 我 ПрTEZ 换 Night